哈啰大家好,我是RT 大家肯定都听过红杏出墙 也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然而这个红杏其实非常的委屈 哑巴吃黄脸,有苦说不清 人家本来好端端的在那长得美美的 没事自拍个两三张上传FB IG 坐拥几十万的粉丝 赚进大把大把的钞票 说不知招来花中 四君子梅兰竹菊的眼红 招来一帮私人储物有事没事就抹黑红杏 久而久之白的就被抹成黑的了 今天就让我来带大家了解一下 红杏出墙的来龙去脉吧 红杏出墙一词最早可能出自宋代的画本 西山亦哭鬼 其中行龙女子时用了这么一段 怒念青梅窥少骏 刺激红杏出墙头 而这部西山亦哭鬼 本来其实是一部爱情画本 六人金庸手里就成了神雕侠侣的手下 后来到了元代 被白普写成一部杂句 墙头马上写到 恰便是一只红杏出墙头 不能够择入手 空叫人风雨替花修 就这么短短几只写进了史宅们 看着荧幕中的妹子 一银的景象 感谢狙狙阴阴的 送我一台汽车 啾咪 因此很明显的看出 到了元代 红杏早已被黑豹 让我们回到南宋 那最著名的出处便是我们 夜少翁大大 春色满园 关不住 一只红杏出墙来 说的其实是我们夜少当年 想去植物园玩 若不知却吃了个闭门羹 于是夜少心想肯定是员工怠舵 静态都不刮 落叶都不少 不敢开放 才会敲了这么久的门 都不硬 就在夜少摸摸鼻子要掉头走人时 却看到 一只红杏就这么巧巧的看出头来 啊啦 就算你用物理的关门 也关不住魔法属性的春色啊 就这么高兴的回家看一七斗内去了 然而春色也是另一个被各种无名化的词 与红杏拆开来看都是很正常的东西 喝起来看就成了很不正常的东西 然而红杏本是春色的代名词 从南宋诗人阳万里的信花师来看 道白非真白 颜红不诺红 进君红白外 别眼看天宫 也就是说白不白 说红不红 这个大自然的白里头红 比他的SK图5还猛 但是这样含蓄的娇羞形象 就是红杏的原始面貌 是不是最受那些诗人厨的欢迎 老爱拿他来发牢骚 这么烧的题材 我还不拿来发个图文不符 不然等等有人说我不懂红杏 就连当年杨贵妃隔屁 苍杏忠实在念念不忘他的王美 便派人去捡骨 看骨头一银 他也开心 说不知粉一挖开 居然没有遗体 剩下的也不是他最爱吃的荔枝皮 而是杏花一片 就这样杨贵妃成了民间的杏花神 人称花姑 于是代表春色的杏花 一旦跟美女搭上了线 风流而自便 离不开她 到了清代更不得了了 有个YouTuber 人称鲤 鱼王 平常是个写小说的 当天他听到一个都市传说 众姓术如果不结果 只要用处女常穿的裙子绑在树上 就会结满果实 于是鲤鱼马上来拍片验证 出不知还真有其事 连树都这么色情 鲤鱼便把杏花树命名为 风流树 甚至连金平梅也对我们杏花情有独钟 有这么一道对联 此年本来相当正常 被金平梅拿来一用 可说是色气满天 还有一部色情小说 干脆就叫信花天了 绝对不是我们信花不乖 都是金平梅跟信花天 带坏的她 男的子跟美女搭上线 还不够污名化她 没有最黑 只有更黑 那些个诗人除了 还把信花跟她第一次到墙 搭上边 我们舒适就说了 花蕊残虹 青沙小 咳咳咳 是青杏小财堆 墙里飞机墙外刷 墙外飞宅 墙里佳人霄 孝剑不闻 升剑巧 多情却被无情恼 就是说人家要关台了 要抖内快抖内 但是动踏取密 再看看宋代路由的马上桌 羊牛不遮春色段 一只红杏出墙头 就连冒昧的羊牛都遮不住 那美丽的春色 第四道墙已经管不住 红杏伸出魔爪 就你马上桌 还有唐代送吴的墙头杏花 红杏西柔树 过墙无树花 就是告诉你最新的直播平台 红杏西柔树 翻墙进去之后 满山满野的花 任你抖 最后再举一个 唐代吴隆写的 图中见杏花 一只红杏出墙头 墙外新人 正独仇 也就是说 红杏探出头来 对你说 你他妈还不躲内 我要关台咯 于是墙外肥宅心里仇 干 钱不够啊 你等等 我仇根 然而红杏与墙连接的诗句 实在多不胜数 在古代一道墙 隔着的是无数 怨男与怨女的思念 里面少不了的更是偷 跨过了那道 不可跨越的墙 就成了红杏出墙 一直流传至今 红杏就这样成了 流行的陪葬品 被传得苦不堪言 而到了现代一道墙 隔着的是无数 肥宅与美女的羁斑 心甘情愿的 为爱奉献 你说这读书人的事 能算偷吗 我是RT 不只知道高决心 我们下次见 拜拜